放入蔥段 彩椒稍微翻炒 最后简单调味 再加入已经翻炒过的剑虾 色香味俱全 还有非软香肠搭配乌鱼籽 酱烧活鱼 新鲜炸花枝 每一道料理都是愉快家政般的杰作 一只都一口刚刚好 非常适合年纪长的 小孩子 营养又好吃 而且我们在炒的过程 大概应该不会超过三分钟 就只有用盐巴调味 过程如果大家有看到 然后你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 我们这是自己本港自己烤的 会做的会计 真材实料 自己去制作的 没参考虎这 都是一般都是自己 天到的 自然自己去做的 来在做的 都真材实料就对了 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 金融区会举办了料理竞赛 邀请家政班临近的铃鲤使用金融鱼货 来场大车拼 现场除了专业评审定胜负之外 也邀请长者品尝提前聚餐围炉 让大家同心协力来做菜 把自己的私房菜拿出来煮一煮让大家来吃 非常高兴 有黄鱼 有鱿鱼 有虾子 这是都外面 不像我们的新鲜的 联盘还有 飞鱼卵的那种香肠 那是小孩最爱吃的 荷家都可以使用的 首先感谢基隆区与会举办年菜的比赛 那有荣幸大家看好我们团队 沙子宇这些阿姨把煮了八道的丰盛的年菜 利用基隆带港的渔货 这是那个时候年节 最适合这个年菜组合 气冬气味 这几年都推动 有融为不足 在推动黎色长照 所以说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邀请这些 淫发族一起来围炉 让他们提前享受到过年的气氛 桌上三十多道料理 整齐排列 光是要如何打分数 就让评审们伤透脑筋 家政办做料不错 这几年都最上一般这个家政办 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家政办 来做料我们家人的 推动我们家人的海産品最好 家政办在主办年菜这个活动 然后大家都立把这些冷冻的海鲜 利用的零零尽致 所有的食材煮起来都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说一定要新鲜 因为冷冻的东西也是很新鲜的 一道一道的美味佳肴 正式上菜 就去一会邀请长潭梨 长辈们一同围炉 让长辈们直呼 真的很丰盛 有白青 有 冰粿 冰粿 都是很新鲜的鱼 可以预购 人回家 再加热 也很方便 我们今天的年菜 今年推出的年菜 请这些阿伯安某 用他们最平常 最实在的做法 扳豆 让这些设计的阿公阿嬷共享 这场料理比赛 不仅强调美味 更贴心搭配长者 容易咀嚼食材 制作出既营养又消化年菜 让长辈们吃得开心 感受到一会 敬老遵行的用心 记者 黄少民金融报道